被警方突袭非法博彩窝点,13名中国人成功破旧 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非诺王每日要点新闻》,我是龙龙 7月30日,非国警刑事调查组对邦板牙省一住宅区别墅展开突袭行动 该区域疑似非法离岸博彩运营公司 行动中,警方成功救出13名中国公民 其中包括两名女性和三名未成年人 同时还逮捕了两名中国籍嫌疑人 据悉,警方在线长脚获大量证据 包括保险箱、各种外币、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 及巨额现金,总计167,400批锁 经初步调查,受害人被强制参与电信诈骗 发送垃圾短信和邮箱等非法活动 此外,因所有获救人员均无法提供有效护照 警方推测其护照可能被非法扣留 两名被捕中国公民将面临反人口贩卖 非法招聘等指控 我们将持续关注,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 我是龙龙,我们下期再见